新城勁爆班獎勵2019共頒發54個獎項 早前已經頒了30個獎項 這日在新城電台頒發24個獎項 張敬軒成為大贏家讀得3個獎項 而洪卓立就憑數記屋橋次郎獲頒勁爆歌曲 今年將工作重心放在拍戲上的洪卓立 本來就沒有信心有獎項 所以很感激支持自己的歌迷 說見不到我 又是那些 開玩笑的說 又見不到我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事 因為今年半年 我想有大半年的時間 都是拍電影 拍劇 那幾天也開始另一套 是少了時間的 但確實在2020年會有些準備了的東西 會出街 在音樂方面 所以 給我一點時間 洪卓立接下來就要拍古裝戲 第一次拍古裝的他就說很緊張 第一次要黏頭套 黏頭套拍古裝 那個 拿命的程度對我來說是大件事 我是整個英國的頭最大的 人家胖在一個身上 我胖在一個頭 所以 拍古裝要梳頭套上去 是將我所有的東西 表露無遺的 那 現在 減到多少減多少 即是 臨急步步伐腳的 但是 盡量 我們 完全不再拍 是 Stoneity 有時期間工作 聽說 2012年4月24日 你明天就來來來來來我 你真是不上天啊